哈喽 各位好 欢迎回到西齐 我是大超 在19740 11月7号这一天晚上9点 伦敦西敏街一个酒吧里 人们正在喝着酒享受着愉快的晚间时光 突然一个惊慌失措满头鲜血的女人就闯了进来 大喊着救命 说有人要杀她 而且杀她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丈夫 她在现场是哭喊着求人们救救她 因为家里还有三个孩子 她说住在夏贝尔格雷夫街46号 人们一听这个地址就知道 住在这的人是非富即贵 英国世袭贵族 鲁肯伯爵其实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 而这个女人后来所描述的一切 让这件事情成为了四十多年来 英国最大的悬案 鲁肯伯爵案 这名女子名叫维罗尼卡邓肯 在1937年出生在英国的一个中产家庭 她是天生励志 聪明且幽默 还曾经做过模特 年轻的时候绝对称得上是标准的白富美 不过她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就是鲁肯伯爵夫人 用她朋友的话说 她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去 这里是伦敦的上流社会 那过着也是人人羡慕的生活 本来一切都可以幸福美满地进行 但是一切却都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63年的3月 在一场高尔夫聚会活动上 维罗尼卡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 理查德 约翰 宾恶姆 她是埃尔兰贵族第六代 鲁肯伯爵的长子 理查德从小就生活在贵族家庭 从伊顿工学毕业之后 毫不费力就得到了一份商业银行工作 不过她却有另外一个爱好 那就是赌博 而且她对于赌博的热情可以说是远远大于事业的追求 她曾经在一次赌博当中 一次就赢了2.6万英镑的巨款 因此她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那就是要辞掉银行的工作 成为一名职业赌徒 一开始维罗尼卡是并不喜欢理查德 因为这个理查德看上去 老是一副有手好闲的样子 并赌徒 但是在那个年代 特别讲就是门当户对 到了适婚年龄 她也只能选择接受它 于是在第二年 两人就踏进了婚姻的殿堂 随后理查德在父亲 卢肯伯爵六世的资助之下 购买了这栋豪宅 它位于伦敦的黄金地段 是一栋多层连排别墅 地上五层地下一层 这里距离英国女王的住所 白金汉宫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可想而知地理位置有多好 是父亲出了名的超级富人区 结婚之后不久 卢肯伯爵六世因为中风去世了 而理查德也因此继承了父亲 25万英镑的遗产和他的伯爵头衔 成为了正宗的卢肯伯爵妻室 刚结婚的时候 二人关系还不错 可以说是二人相敬如宾 过着还算美满的生活 一年之后就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 此时的维罗尼卡 第一次也感受到孩子带给家庭的幸福感 对于原本不满意的婚姻 现在也变得毫无怨言 没几年 两个人就有了儿子 维罗尼卡曾说 生下儿子的那一天 是人生中可以说最最幸福的时光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第三个孩子也降临在时间 但是这一次的生产之后 维罗尼卡却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精神状态开始变得越来越差 而此时她的丈夫卢肯七世 则选择继续沉迷在赌场 她每天都会去克莱蒙特俱乐部 这是一间富人的赌场 位于伯克利广场44号 而且只接待那些有实力的人 虽然卢肯精通各种各样的赌数 但是是赌成也 那总是数多赢少 很快就把父亲留给她的巨额遗产 给挥霍以空 因此她和妻子维罗尼卡的关系 也开始伴随着没钱是每况愈下 甚至还多次发生过肢体冲撞 并且一位老保姆就说过 卢肯经常殴打自己的妻子 曾经还把妻子推下过楼梯 最终二人选择了分居 卢肯搬到了不远处的一所公寓去住 才让这个一切的生活归于平静 但是平静 似乎只是隐藏在杀机上的一层薄薄的宝扇 卢肯认为是妻子的抑郁症 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所以她希望得到孩子的监护权 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 为了监护权的问题 他们闹得是不可开交 卢肯甚至雇了私人侦探 开始跟踪维罗尼卡 甚至还偷偷录下了维罗尼卡 发狂时候的那种录音 希望以此能证明 妻子存在严重的精神问题 不过后来维罗尼卡在心理医生的 作证之下证明精神状态并不严重 没有太大的问题 也不影响照顾孩子 三个月之后 法院才最终把监护权判给了母亲 也就是维罗尼卡 那此时的卢肯伯爵 不仅败诉了 而且已经输光了家产 还欠下了一大笔赌债 她的状态可以说也是一落千丈 她也把这一切的罪责 怪到自己的妻子身上 她开始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表达对妻子的不满 甚至是仇恨 在场的人 也只把这些话当成是 她酒后发泄的气话 听听罢了 直到这一天的到来 时间到了1974年的 11月7号星期四 此时的维罗尼卡和丈夫 卢肯分居 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这天晚上 维罗尼卡和三个孩子 还有29岁的保姆桑德拉 都在家中 晚上8点多 在卧室的维罗尼卡和大女儿 正看电视看得入迷 保姆桑德拉来到二楼敲了敲门 询问维罗尼卡 要不要来一杯茶 维罗尼卡是点了点头 于是保姆关上门 准备下楼去沁茶 而这一天 保姆桑德拉本来是休息日 也和自己的男友约好了外出的 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 选择留在了雇主家 但过了很久 气茶的桑德拉一直都没上来 泡一壶茶总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于是维罗尼卡起身下楼 想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奇怪的是楼下没有人 地下室的灯也没有打开 这就更奇怪了 于是他走过衣帽间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冲了出来 拿着重物对着他的脑袋 就狠狠击打了四次 血很快就从额头流了下来 慌乱之间他还提到了凶手的要害 维罗尼卡是捂着头 开始大声地尖叫 孩子们还以为妈妈是被猫抓了 当时孩子太小也没有太在意 但是维罗尼卡就听到一个 非常熟悉的声音 让自己闭嘴 那这个声音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是再熟悉不过的 自己的丈夫鲁肯伯爵的声音 这个时候他开始拼命地挣扎 但是对方直接上手开始掐他的脖子 于是他只能轻声地哀求 求丈夫别杀他 那听到妻子的哀求呢 卢肯似乎也心软了下来 瘫坐在一旁 接着维罗尼卡就问 桑德拉在哪 卢肯毫无力气地回答说 他在地下室已经死了 维罗尼卡听后是全身发抖 他觉得这个时候卢肯已经疯了 为了保住性命 他告诉卢肯 说自己可以想办法 帮他一起掩盖桑德拉的尸体 于是二人来到卧室 准备处理刚才的伤口 不过就在卢肯转身到卫生间的途中 维罗尼卡是起身冲出了门 一路上就开始拼命地跑 直到闯进了开头我们说的那个酒吧 大声地喊救命 说有人要杀他 然后就晕倒了 报警之后 警方在家中发现了 保姆桑德拉的尸体 不过还好楼上三个孩子安然无恙 小儿子和小女儿 已经在自己房间睡着了 大女儿还在津津有味地 继续看着电视 但是警方搜遍了整个房间 都没有找到卢肯的身影 一切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随后警方开始搜查 卢肯伯爵的公寓 发现了钱包 护照 驾照 还有一本电话本 随后警方开始联系电话本上 卢肯的朋友们 其中一位朋友向警方表示说 当天晚上卢肯伯爵曾经去过他家 不过跟他讲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那就奇怪了 卢肯伯爵是什么版本的 卢肯伯爵说他自己不是凶手 当天晚上他是开车路过了妻子这里 从窗口看到妻子跟一个男的在搏斗 于是他赶紧冲了进去 本能的想要去解救维洛尼卡 但是自己却被地上的一片鞋给划倒了 而那个袭击的人趁机逃跑了 维洛尼卡就认定 那个人就是他派来的 两个人一起要袭击他 两个人因此是大吵了一架 正在他准备去洗手间 拿毛巾帮妻子处理伤口的时候 妻子趁这个机会跑了出去 才有了后面酒吧的事情 他说他觉得警察很可能会找他的麻烦 所以才选择跑路 而进一步的调查工程中 当天晚上卢肯伯爵还打过三个电话 第一个打给另一个朋友 这通电话因为朋友睡着了 所以没接到没打通 第二通电话打给自己的母亲 他告诉母亲说 夏贝尔格雷夫街46号出了大事 让母亲赶紧去把孩子接走 第三个电话打给自己的妹夫 但是也没打通 随后他还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他安排了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 第二封信交给了自己的妹夫比尔 他说了当天晚上发生的经过 并且希望比尔能帮忙他照看孩子 在当天晚上的凌晨 他离开了朋友的家 表示自己要出去一趟 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几天之后警方在港口边 发现了他开走的一辆车 车是几周前向朋友借的 车里还发现了一根缠着绷带的牵管 而且上面还发现了 属于桑德拉的血迹 然后转眼就是四十多年过去了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 卢肯伯爵就这样消失了 这个悬案中 维洛尼卡邓肯经历了婚姻的起伏和家庭的纷争 最终成为了一场悲剧的受害者 卢肯伯爵的突然消失 和桑德拉的悲惨死亡给这个案件增添了更多的谜团 四十多年来 卢肯伯爵的下落仍然沉迷 而这个悬案也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维洛尼卡邓肯的命运让人唏嘘 他也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件之一 同时也提醒了人们 婚姻的困境和暴力 对女性带来的伤害 这个悬案的真相 或许可能永远都不会揭晓 但是它将继续留在历史的长河中 作为一个动人的故事 好了 这就是这期稀奇的宣布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